就讲RCEP RCEP应该是想做一些实事 因为你现在是地缘政治问题 就令到你自己在金融贸易上 都处处受困 继而航运都受困 正正要打破这个困局 这个国际大环境的困局 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经济 不应该卖鱼蛋 不应该卖这些东西 不应该卖这些低质旅游 日夜都纷纷 其实最重要 顾本培元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搞好一个外贸 你现在说自己有什么超级联系人 又有什么超级增值人 我都不知道增值了什么 这些是对外说的 我们都踢爆他 他搞日夜都纷纷 最终目的都不是要 吸引外来的游客 最重要就是吸引人 走过来给他们抄牌 去填他们的千亿财赤 这个我们之前是踢爆过的 他现在就说了 他自己亲自证明了 他就说 我们这两年来 他申请了两年交入RCEP 这个就是中国牵头 中国最积极的牵头 就是地区全面经济的合作伙伴 其实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零关税的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 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区 起码如果你作为RCEP 成员 你出口去这些国家 就不用付关税 很棒的 但是现在 香港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不做欧美生意 你做RCEP RCEP主打就是东南亚 东南亚区内 还加上中日韩 澳柳这些国家 你要主打这个区内 你现在最尴尬的一件事 就是 你给人家零关税入你香港 但是你出去 你就要给关税 因为你不是RCEP的自己有 反而中国因为是RCEP的自己有 他就可以享有这个零关税的优惠 你在外贸上 中国反而在这方面给你自由 所以你作为转口说 是for这个market 其实 就是没有自己的价值 所以反过来 我们为什么说现在的蓝沙 蛇口 那些港口 第一 他们装备 就新过来 第二 就是有这样的优惠下 我是那些船家 船主 我运货 我都选蓝沙 我都选蛇口 不选你香港 极之尴尬 你还欧美国家的生意 尤其是美国 你不用做 你没有什么香港 欧洲都可以不需要你 但是你欧美 你就越走越远 本来是这些价值所在 然后 我不做 不做 发达国家市场 我就留在 这个区内 东南亚 东南亚 你又欠不过大陆 那些不同的地方 因为你没有零关税 所以香港是两面不是人 现在是 你经常说两制是优势 现在两制被你搞死了 搞到两面不是人 因为就是国安法 搞到自己的地缘政治 那个情况就处处受阻 这个正正 其实RCEP里面 就有一些西方国家 就是那些半西方国家 就是澳柳这些国家 或者日本的国家 就是G7 或者准G7的国家 RCEP里面 其实有些成员国 其实有很多成员国是亲美的 澳洲 纽西兰 南韩 日本 这些国家 他们在赌链里面 地缘里面 他们没得选择 好了 去年 去年11月的时候 有51个海外香港人的组织 就发起了联署 这个联署 就说 喂 你不能给香港交易RCEP 我说为什么 因为 香港现在 就是一个人权很恶劣的地方 这帮香港人组织 去联署 主打 被澳柳 南韩日本 这些国家 就说香港人权状况恶劣 而且 香港已经成为 中国用来 繞过美国半导体 和新兴技术 输入禁令的 走私疏楼 所以就反对你 香港加入RCEP 其中一件事 没有提到 这里 起码没有提到 就是 香港已经正式 就变成了 中国的群脚仔 你根本上 中国本身在RCEP 已经有一票 你加香港 它是它群脚仔 中国讲一 它不会讲二 为什么香港 作为中国的群脚仔 又不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 所以 中国凭什么有两票 你经常说 这个叫中国香港 我们的 另一个说法 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可以 给到 香港这样加入 给中国多一票的话 那接下来就去澳门了 那便是 中国有三票 中国有三票 是啊 如果中国有三票的话 这个中国 香港可以入 这个中国 澳门可以入 接下来 海南岛又说 要搞一国两制 海南岛又可以入 那整个RCEP 就变成了中国 嗯 也因为这样 你看到的 当初 为什么日本 反对了香港 去RCEP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样 大哥 你变成不是 中国有两票 是啊 不对 你以主权国家身份 加入的话 某程度上 喂 你如果香港 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话 你应该要 出口 或者转口 期间 自动享有关税 那便解决了这件事 所以呢 那星岛的记者 也有问他这个问题 他就说 经济合作 不应该涉及政治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 申请加入这个区域 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这个RCEP 最近 李强 就去澳洲 帮香港游说 喂 给我的亲生子 进来 可以不可以 就是中国香港 进来 那 就是 现在就是帮香港 做这件事 那他就说 李家超 因为他搞了两年 两年入不了 一定是某些国家 有阻力 那李家超 就说 不应该涉及 经济就还经济 就不应该涉及政治问题 你现在香港的经济 就越来越多政治 如果不是政治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黄店 让你帮人针对式去搞 那些网友都在说 有你倒闭这件事 你看到 是啊 根本上 香港 即是经济政治化 就是你每天在香港发生的 在香港你最积极去搞的 因为你觉得暗流涌动 你觉得别人 疫情那三年 我经常说 我走最大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有案疑 而是因为 我接受不了那些黄店 即是查得 查安心出行 更严重 那些食环 那很多网友都说 我不体谅 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那些黄店都被食环搞 没办法 那这些就是政治 嗯 那他就说 那 就 RSEP成员国里面 东盟有很多国家 都支持香港加入 东盟有很多国家 东盟国家都很支持 东盟就是那些什么 越南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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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么 就是星马泰 那些 那些支持是有实际需要的 是星马泰 那些 中国加一的工厂 很多是香港人好 对他们来说 这样转口是方便 但是问题 你对于一些 以发展的国家来说 他们就看政治了 很合理 这些事情 就说 现在你搞经济的事情 不应该涉及政治问题 我不要说你怎么搞黄店 这个是报应 首先 然后他又说 现在 有些国家 有记者问他 有些国家 以政治角度看待香港加入RSEP 他说 是无可避免的现实 其实你都知道 别人是因为政治角度 就不让你加入 那这个呢 我告诉你 这个中国香港 是活该死的 首先 这个呢 就是核废水问题 核废水问题 就是玩弄政治 经济政治化 我记得梁启志 出了个帖子 很好笑的 他说 核废水问题之后 就立刻禁止了 日本关东 十个园 其中 你禁止了厘木园 那些豉油 那些地方是内陆 是啊 这些根本上 就是意气之争的嘛 你搞政治就是意气之争的嘛 你自己搞政治就可以 而你事实上 这个例子呢 是很清楚地 提醒别人 日本人 就是 你现在 我也是想跟你 经济还经济 政治还政治 那时候 日本的大使 就说 他都觉得很生气 但是 放心 我们不会因为 海产禁令 禁止你加入RCEP 江田建一 我们绝对不会以怨报怨 就是 我们就会以 以事实来报怨 就是说真的 他后面没有说 事实 他们就是这样做 实事求是 我会跟你 那时候 邱应华还好意思说 希望日方 就以整体利益为依归 就不要因为海产禁令 而反对香港加入 是两码子的事 你呀 别人都这么说 是不是 别人都可以这么说 希望你香港 以整体利益为依归 不要因为 中国禁止 而你香港就慢撑 是不是 这些事情 真是好笑的 当然 离散的香港人 应记一宫 这件事 阻止香港 加入RCEP 对 因为香港日益号战 越来越独裁 是不适合加入RCEP 但这个 都不成为一个 很高的理由 因为 其实 在RCEP里面 都很多独裁国家 其实是 嗯 但是 我想说 这个 你说半導体这个问题 是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帮银成国家 只眼开只眼闭 主要就是群脚仔问题 我觉得就是 这个也是他有说 这个也有说 就是国安法削弱了香港的自治地位 容许香港加入 只不过是为中国多添一席 就是叫中国香港 这个也有说 大哥 足球队也是这样 何况说一埋子 说利益分配的东西 对啊 关绍梁说 是反对才对 就是考验你 是不是因为实力 会不会因为实力 而忘记了你自己是中国香港的身份 反对为你好 对啊 反对为你好 是考验你的忠诚度 对不对 多难兴邦啊 真是